安在天与铁院长汇报完阿炳的情况后,铁院长同意将阿炳带回701,第二天一大早,安在天他们就来找阿炳的母亲商量,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,他们的行踪早就被特务给盯上了,而且已经先一步找到了阿炳,索性安在天等人也很快就赶到了,这才没有让特务们的计划得逞,不过其他特务在看到带走阿炳的计划没有成功后,立刻就开始鼓动村民,说安在天是一个坏人,他要将阿炳带去做人体实验。 村民哪能立刻分辨出这件事的真伪,几乎所有人都带上家伙,要去码头保护阿炳,将他拦下来。 但从此身体落下了很多毛病,他不得不离开了上海荣野学院,回到乌镇,和自己的老母亲始终在一起,聊此残诚。 可能当时只有三爸这个明白人还能看清楚事件的真伪,最终阿炳的母亲也因为听到村民的议论,哭得晕了过去。 这些事情安在天当时是不知情的,他要做的就是用最快最安全的方式,将阿炳送到701。 回到上海市公安局后,金鲁生立刻来找黄处长商量护送的事宜。 老黄,我一直在想,从罗山出事,到乌镇出现特务,好像我们这次行动已经没有秘密了。 这问题,出在哪呢? 邮电局,出在转接长途电话的总机房。 你想,特务怎么会知道我们要来接罗山? 那是因为我们总部的首长给罗山打过电话。 我们在屋镇,特务怎么知道? 那是因为昨天晚上我们给单位打过电话。 有道理。 不过现在还不是揪出这个特务的时候,他们现在要利用这个在总机房的人迷惑其他特务们。 所以金鲁山决定放弃乘坐火车改用汽车。 而且他还特意强调,不论是谁打来电话询问他们的情况,都不能泄露消息。 现在啊,让所有的人看不见听不着我们,才是最安全的。 晚上,安在天际人乘坐黄处长安排的汽车上路了。 701这边,深海突围行动的进展汇报上来了。 铁院长与华主任都是眉头紧锁。 按照目前的进度计算,想要将敌方的108个电台全部掌握,得需要431天。 这可是远远超出上级给的期限。 哎呀,我的大姐啊,看来我真是晚节不报了。 哎呀,老地瓜,不要说丧气话好不好。 我在大会上已经说了,我们就是咬碎牙也要吧。 大姐,我把整个牙都咬碎了也完不成。 这时铁院长突然提起了安在天的情况。 自从前天晚上,安在天在上海给他汇报了那个阿饼的情况后,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最新的消息。 马上给上海公安局打电话。 是。 你是哪里? 哦,701啊。 对。 我不知道他们情况啊。 是,他们也没跟我们联系过。 哎,好,好,哎,就这样,哎。 什么? 安在天失踪了。 听完上海那边的汇报,铁院长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出现意外了。 另一边安在天几人轮流开车,一刻不停地在赶路。 他们几个司机还好说,可以轮流休息一下。 可阿饼就苦了,因为他那神奇的听力,他一路上都没有合过眼。 我们终于甩掉了连日来一直跟烧的特务,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麻烦。 如果算有麻烦的话,那就是阿饼。 他实在无法在车身中入睡,并且不停地问我们,到了没。 我们除了所有人的视线之外,已经接近三十六个小时。 又经过几个小时的车程,他们终于是回到了701。 下车后,安在天立刻给阿饼找了个房间休息。 虽然阿饼是第一次走出乌镇,外面的一切好像都很陌生。 但现在的他已经顾不上熟悉这个新环境了。 有安在天帮忙洗了个脸后,就躺下休息了。 我心里一直很担心。 阿饼在老家神奇有余的耳朵,到了701会不会变得不灵了? 水土不服? 他没想到,我交代阿饼要在领导面前露一手,竟然是弄巧成拙了。 铁院长得到消息后,立刻赶了过来。 安在天向他解释了为什么会失联的原因, 接着又将自己这趟上海之行的遭遇说了一下。 听完安在天的汇报,铁院长明白这是敌人的天网行动开始的。 所谓的天网,和我们的深海图围有异曲同工之一。 敌人不光想把我们701的人淹死在大海里, 还想把我们701的人一网打尽。 罗珊的死,就是追踪你们这次行动的一个信号。 提起罗珊尔,安在天觉着挺对不起这个人的, 毕竟对方是因为他们的事情,才引来杀生之祸的。 所以他未经请示,就代表组织答应了罗珊尔的家人, 政府会承担他的医药和丧葬的费用。 做对,组织不出,我出啊。 钱是黄署长先垫付的。 赶紧给人还上? 要还的东西很多,还有武器。 这样,让金署长派一个人,带上钱武器, 把送礼来的同志,一块送回上海去。 好借好还,再借不难。 好。 几人正在聊着天,阿炳突然走了进来。 虽然周所长特意给他安排了一个比较安静的房间休息, 可这对于阿炳来说还是无惧于事。 他的耳边总有一些声音吵着他睡不着觉。 阿炳同志,来了。 你以前是个老烟鬼,最近刚戒掉。 阿炳。 让他说。 还有谁? 刚才我听见这屋里有三个人。 不对,这屋里有四个人,包括你和安处长,一共六个人。 我和安同志不算? 对,是三个人。 其实只有三个,有一个是给我安排房间的人,就是周所长。 周所长是招待所最大的官。 虽然我眼睛看不见,但我可以凭声音看见。 还有谁? 还有我。 这位是华主任,是铁院长的领导。 阿炳,你好啊。 听说你认识罗珊,我也认识罗珊。 罗珊是个换人,他多要我三爸收信机的钱, 还不带我去城里混饭。 哦,他这些缺点,我怎么都不知道。 你是个大舌头。 我妈说,大舌头的人,心肠都惹,是好人,但做不成大事。 啊,啊,坐,坐啊。 在实际质伤只有八岁的阿炳心里,这就是所谓的露一手。 阿炳觉得只要如实地将自己得到的信息说出来, 就会得到大领导的肯定。 可他哪里懂得什么事,不接人短的人情事故啊。 铁院长虽然没有当场发火,但也气得将安在天喊了出去。 你给我弄好什么人来,见这个神经病吧。 他怪我,我提醒过他,要在领导面前露一手,表现一下超凡的听力。 其实铁院长对阿炳刚才的话,倒是没有太在意,他最担心的是,安在天冒着生命危险将人带回来,最后要是完全没用,那就太不值得了。 不过与铁院长的想法正好相反,安在天觉得刚才阿炳虽然冒犯到了两位领导,但同时安在天也欣喜地发现,阿炳的二者在离开吴镇后,没有失去那种神奇的能力。 最后在安在天的劝说下,铁院长又返回了房间。 这是屋外的两只狗引起了阿炳的注意,他说外面的两只狗都是母狗, 而且小的还是大的生的仔,可周所长却说,外面的小狗确实是大狗生的仔,但那这小狗是公的。 那是老母狗,是对的,那是我们招待所看门的,可那是小狗,那是个公的,不可能,不可能,你是个骗子,你骗我,阿炳,你是个坏人,阿炳,他是坏人,骗我,他是个大骗子,骗我,他是个坏人,大骗子,阿炳,阿炳,他是个大骗子,我这种贴评他,让他给你赔礼道歉,好吗? 我们阿炳的耳朵怎么会错呢?外面的两只狗都是母狗,都是母狗啊,阿炳的耳朵比常人的眼睛都好使。 阿炳,是我看错了,那两只狗都是母狗。 这就是阿炳的性格,他得出的一些结论,容不得别人任何的质疑。看到阿炳的情绪有些激动,安在天怕他有个闪失,立刻带他去休息了。看着阿炳走远了,周所长这才敢说话。 刚才还信誓旦旦的周所长,一出来查看就傻了眼,外面的这只小狗还真是母的。 天哪,他说对了,这小母狗不是我们招待所的,什么时候跑这儿来了? 那,是只小母狗? 对,也是这只狗生的? 是啊,生了两长,一公一母,公的我们留下了。那母的,在食堂那边为啥呢? 这就是阿炳给他们留下的第一印象。虽然说话的时候冒犯了他们,但这神奇的能力,还是让铁院长两人吃惊不已。 最后两人商定,让这个阿炳马上进行测试,看看他那种超凡的听力,能不能用在寻找电台上。 如果不能,就应该尽快将他送走,不然这件事要是传出去,他们701就得成为别人的削饼。 我看这样,先把他安排在培训中心,那人少,可以避开大家。 说完两人亲自给阿炳安排了一处房子,并且吩咐下面的人,要给阿炳找一个照顾他的人。 安在天江阿炳安顿好后,打算去找丁一聊聊天,路上正好碰到了执行任务的金路生。 他接到门为大爷的举报,正要去抓一名,经常在他们701门口转用的特务。 可谁也没想到,这次却是门为蔡大爷的最后一顿午餐。 在抓客户的路上,蔡大爷被楼上扔下来的罐子砸了个正着,当场丢了性命。 另一边按照铁院长的吩咐,周所长将一个闲置的院子打扫出来,这里就是阿炳以后的住所。 可当他们要将阿炳接到新住处的时候,阿炳似乎不同意。 最后没有办法,周所长只好给安在天打了个笨话,让他过来接一下。 安德尔,他们要带我走,梅迪,我不走的,他们会办了我。 好好好,大家都回吧,回吧。 周所长,怎么回事? 铁院长说,给他换个新的地方,就在培训中心,可他就是不去,非得见你,好像我们…… 好,我知道了,周所长,阿炳,你是不是在等我,希望我陪着你一起去? 是。 周所长,那儿有没有房间? 心疼出来的,刚收拾好,那边条件比这边还要好,王副主任马上就过来接你们两个。 阿炳,听见了吗?那边的条件比这边好,而且王副主任过来接我们一起过去,好不好? 我听你的。 周所长,谢谢啊,不用谢,革命工作嘛。 有了安在天的安抚,阿炳这才跟着大家搬到了新住处。 按照铁院长的吩咐,风小军被安排照顾阿炳的日常生活,可这边刚安顿好,金鲁生就进来了。 你来…… 我来带走风小军。 你带走风小军干什么? 离行公事。 对所有接近701特出人物的人,我都要进行调查和询问。 阿炳是安副处长,提着脑袋带回来。 我不能让他到了家再出事。 跟我走。 我? 对。 去哪儿啊? 你不能谁都怀疑啊。 小胖要是坏人,他早在食堂的锅里给大家下毒了。 我谁都怀疑,包括你。 哎呦。 走。 金鲁生就是这样一个人,在纪律和规定面前,他谁的面子都不买,就是在熟悉的人也不行。 下午中处长正在准备测试阿炳的设备,这也是铁院长吩咐的。 按照他们准备的方案,是要让阿炳听20种不同的电波信号,然后让阿炳来分辨出他们的区别。 对于这个方案,安在天是坚决反对的。 在他看来,阿炳现在连电波是什么都分不清楚,怎么可能分辨出这20种电波的区别呢? 说完安在天就去找铁院长了,他希望对方能听他的建议,先让阿炳熟悉一下什么是电波信号。 铁院长,现在不能对阿炳进行测试。 为什么? 他因为告诉我。 我问你。 你带回来是个什么人? 夏子。 对。 据说他是听力上有天才,而且是能够帮助我们七零一摆脱困境的人,对不对? 对。 如果你带回来个,是要经过一段训练才能成为真听人员的话,那我让你费尽千辛万苦,甚至把命搭上了,把他带来干嘛? 没这必要嘛。 所以,现在当务之急,就马上看他是不是听力上有天才,能不能为我所用。 如果是这样,他就应该不怕测试。 如果怕测试,那他就不是了。 铁院长的这个理由安在天无法反驳,但他的内心还是不赞同这种做法。 阿炳能顺利通过铁院长的测试吗? 这个咱们之后再说,喜欢的朋友麻烦大家帮忙评论点赞加关注。 我在这里先行拜谢了。